如果讓台灣能參加WHO 不但可以把台灣在防疫上的知識、資訊 給世界各國參考 對世界是一種奉獻 人民政府一起合作 能夠讓WHO知道 台灣真的是 不應該被排斥在外 那個藥師工會他有發行一個 他們在藥局可以貼QR 然後可以參與台灣加入WHO連續的活動 那你會一起共襄盛舉 那我們這一次從疫情 就讓世界看到 台灣跟中國不一樣 台灣在防疫 在對整個國民健康的照顧上 不但是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中國反而一直打壓台灣 所以如果讓台灣能參加WHO WHO的各種會議 不但可以把台灣在防疫上的知識、資訊 給世界各國參考 對世界是一種奉獻 同時也可以讓台灣的情況讓世界知道 所以這個是全台灣人的心聲 讓民眾能夠自動自發起來 我們很感謝 而政府的責任不是在連署 而是在讓各種力量、各種資源做得更好 讓台灣的情況讓世界知道 人民、政府一起合作 能夠讓WHO知道 台灣真的是不應該被排斥在外 而防疫無國界也會對世界更好